美国财税研究所 我是研究员彬彬 我是研究员彬彬 我们继续申请税号的话题说 今天我们来讲第二期 那第二期就是说 当您申请完税号以后 以后每年您是应该如何报税呢 只要你申请了税号呢 你就有义务每一年 都对你美国的这个收入进行申报 也就是说每一年呢 你都要申报你的房租啊 收入啊 还有利息啊等等等等 没错 就像我们很多客人 做二头的客人 他们申报了以后 是可以拿回一些退税的 因为这些基金公司 会holding您30% 其实呢 预扣的这个30%的税呢 您至少可以拿回来90% 没错 这样的话呢 对您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是的 一分钟学会美国税务 欢迎下次挂临